我有一朋友 给我介绍了一男朋友 让我去相亲 我特别紧张 你若去吗 不是 你把我大老远叫过来 就为了这事啊 你早说呀 我以为你有什么 紧急的重要的事呢 吓死我了 我那边还有一大堆 烦恼的事要处理呢 你说你真够可以的 不 我这件事不重要吗 好 我去不去吧 去呀 干吗不去啊 一定得去 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不能 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就得大片撒网 重点培养 看好了 瞅准了 再去跟人交往 否则就却得像我一样 一屁股烦恼战 烦死你 主任 你今天是红光满面啊 气色那么好的今天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主任 是这样 我哪一个 宝贝 担心 就是想找你给看看 这事啊 我 我给你提个建议 这事你还是去找找 那个专家科的郭教授 他在这方面比我强 是吧 那 那刘主任 麻烦您先给他打个电话 你面子比我面子大呀 请进 没打扰您吗 没有没有 来 进来 进来 我 我一朋友 前两天她媳妇 在其他医院检查上 出了点问题 想找专家 咨询一下 好的好的 坐吧 坐 请坐您 您请坐 您好 郭主任 麻烦您了 不客气 这是我爱人的病例 她这个现在看来啊 就是公安院的诊断是肯定的 至于治疗吧 即便是采取手术的办法 也不一定要切除术妆管 有做保守性手术的可能 那太好了 我们要给你做点手术呢 现在都是做的是 抚腔镜手术 这个方式呢 她跟开服手术比 她有她优点 她一个是床伤小 另外出血少 粘炼也少 所以对大人来说是安全的 谢谢郭教授啊 郭教授 太感谢您了 不客气 不客气 靳大夫 你干嘛呢 没看见我跟这儿发愁呢呀 愁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家里面那点事 我跟你说 我经过深思熟虑 我决定洗脚盆我不卖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洗脚盆是卖给你们老年人的 你们老年人太抠 钱不好挣 现在还是孩子的钱和女人的钱好挣 我没孩子我不知道孩子想要什么 但是我是女人哪 我知道女人想要什么呀 所以我现在改卖这个化妆品 你听她成分 你听这成分你就想买 你看啊 去离子水 银杏提取物 香油 香精 不是 还有什么什么酸哪 酶呀 什么什么什么 小子 爸 今天你回家一趟 下班就回来 哪儿都不许去啊 爸 你太给力了 我都没想到 让小亮来帮我卖这化妆品 是不是 先从他们医院的护士 再到他们医院的大夫 最后再到他们医院的产妇 谁到他们医院生孩子 必须买一套我这个化妆品 人少一份 从一个家庭发展到千千万万个家庭 从千千万万个家庭 发展到全社会 最后发展到全中国 最最后发展到全世界 爸 您的这个别墅有希望了 就全靠他了 这都不花妆了 金总 奶奶 哪个产妇生孩子以前 还要描眉花样的 你要赶紧搞个对象嘛 你赶紧结婚吧 你自己去爆炸 这得外面香亮了 这 这真的都不化妆吗 不行 我要生了孩子我就化妆了 就是让我孩子 看你屁屁凉凉的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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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睡着了 小子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你别在这儿容易受风吧 你起来 你看这都是小米特意下班之后 给你买的水果 让我务必给你带过来 说现在天热容易上火 我给你洗个苹果去 不用不用 爸不吃 不 刚睡醒不吃 这香蕉给你抱一下 那也不吃不吃 橙子 我啥都不吃小子 放下吧 爸跟你说句话 好 爸前几天跟你说的那个事 你跟你丈母娘说没说呢 我我我我没说呢 不是 我是这么想的 爸 因为我觉得那天你吧 也有点这个突发奇想 当时一时冲动说出来这事 后来我觉得可能你自己想一想呢 也觉得不太合适 所以我就先没说 因为我想你说咱们这么多人住在一块 这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可能就会不太适应彼此 所以我就没说 好 我没讲是对他吧 爸 对了吧 对 你知道 你把我叫醒的时候 我干啥呢吗 不是 你不是睡觉呢吗 做了个梦 梦见你妈了 又梦见我妈了 对 你妈 站在我的面前 拿手指着我的鼻子 质问我 质问我 你为什么不跟小子住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去照顾儿子 你就知道自己想清福 是不是老金董 我说我跟他住在一起啊 我回老家把房子都卖了 在北京买的 都住在北京的 你妈说老金董 你也不用骗我 住不住在一起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啥呀 你是跟小子住在一个小区吗 从你住的小区到小子住的小区 你不能先进去坐五号地铁 做酒站 下一个小区 下了五号线 你还得坐九路公共汽车 还得四站吗 下了公共汽车 过三个红绿灯 才能到他家吗 那是住在一起吗 我无言以对呀我 不是 你笑什么呀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在说谎别瞎话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绝对没有 我觉得我妈那儿现在高科技了 现在卫星定位 连几个红绿灯都看出来了 好多年前就看清楚了 我跟你说小子 不是爸爸你听我说这样 在天国住的人 这人世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他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我我没我没说不相信 你梦着我妈这事 我我相信 因为我我也老梦着我妈 等我再梦着我妈 我一定跟她说说 我把咱们这事呢 现在这处境呢 我都跟她讲清楚了 我估计我妈肯定是理解我的 所以我说爸 咱就别去丈母娘家 咱踏踏实实在这住挺好的 是不是 好不好 翅膀硬了 你都可以跟你妈 在梦里直接对话了 偶尔 连你妈都不好使了 是吧 不不不不没有没有 真是儿的不用娘啊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恨我自己 你为什么非要跟儿子住在一起 人家现在长大了 娶媳妇了 不需要你了 你说你老妈看着眼的 你跟人家住在一起 你不是跟人添乱吗 添累赘吗 人家跟丈母娘在一起 多快乐呀 你怎么越活越不懂事呢 说师父 你说你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说 我就应该趁早 朝你娘跟你娘住在一起 那不就完了吗 爸爸爸爸 我求你了求你 爸你千万别这样 真的你要再这样 我都想找我妈去了 爸你别这样 我这样行不行 我一会儿就找小敏 我跟他说 这事不管成不成 我都跟他说 好不好 你有着胆吗 借个胆我也去 什么事啊 电话里不能说 非得见面 你说什么事啊 我爸又催我了 我跟你说老婆 这次我爸就差跟我玩命了 我求你了 你不考虑别的 你就算是同情同情 我跟你可怜可怜我 你赶紧跟你妈商量商量行不行 真不可能老公 我跟你说啊 就算火星有可能撞上地球 我妈都不可能要跟你爸 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又不是让他俩一块儿过日子 那不就是住在一起而已吗 再说你家那房子那么大 那怎么就不能在一块儿住 为什么呢我就不明白 我也奇了怪了 你爸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他那么讨厌我妈 又不想让你当上门女婿 怎么自己现在又上门了呢 对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爸是怎么想的 我完全看不透他了已经 真的 但是这段时间咱俩在一块儿住 把我爸一个人扔在那边 说实话我心里有点有点难受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爸 真的你想我爸一开始为什么来啊 就是为了咱俩为了成全咱俩 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一个人住到北京来 咱俩呢就光顾自个儿乐呵 把人老头一个人扔在那边 我觉得挺可怜的 你说我爸可不可怜 这回我爸提出这个要求 说咱一块儿住 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事 你看第一 你跟你妈在一块儿 第二我跟我爸也在一块儿 第三咱俩也能在一块儿 咱俩既能尽到孝心 咱俩又有私人空间 咱俩也有幸福生活 多好的这是不完美吧 完美啊 你想的是挺好的 对啊 但是真不可能 不可能 老婆我跟你说 不可能 老婆 我知道 你妈绝对不可能轻易同意 但是也没办法 我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了 破釜沉舟至死敌而后生 要不怎么办 要不我没法跟我爸交代了这事啊 你先坐下 坐下 坐下 有喂 看把我老公急的 这眉头皱的 这文言文英文全上了 你这样我心疼 那要不然这样吧 哪样 我真的是总代理 我这文件刚刚拿到 明天我就给你 你就可以开来看 好不好 对对对 我给你那个便宜 给你打折 爸 那谁 小亮呢 回来了吗 回来了 回来了 小亮 小亮 走了 那我那个化妆品这事 你跟她说了没啊 忘了 哎呀 我早回来好了 我跟她说呀 我说小亮肯定能答应 爸 你真是的啊 怎么就不把我的事当回事呢 我现在是总代理 我要卖不出去吧 我是会 我是会赔本的 总代理 你帮我分析分析呗 你说小亮回去 会不会跟她丈母娘说 我要帮我去住这事 二世的丈母娘会有什么反应 我不管 我不帮你分析 我的事您都不管 您的事我也不管 我怎么没管呢 你上次那两个洗脚盆 不都是我给买下来了吗 那俩洗脚盆 一个我还赔了一百块钱呢 那我要不买下来 只能当尿盆了 你不赔得更多吗 那好吧 你先给我来口酒 我陪你喝一杯 那女孩喝什么酒 还真挺辣的 走 喂呀 妈呀 从哪儿弄这么大 我咕咔圈啊 你提提送我的 好好 说这玩意儿转转 特瘦腰 是是对 她那腰就这么瘦下来的 我这腰不行了 你们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我还没买菜呢 妈今晚您不用买菜了 我请客 我请你俩出去吃大餐 不用不用 家里有东西吃 对妈 今天我也给你买好东西了 什么东西 你看你看啊 妈给我看看看看 给你买一套顺衣 你看你看 真丝的啊这是 真好哎 这是不是那个中间仪器就完事儿那个 对对对对 真好好好 这色你喜欢吗 喜欢啦 太好了 我呀就想要这么个东西 洗完澡不用穿衣裳了 是 爬一地完事儿 对对 太好了 妈您看还有这个呢 电动梳子 您看 你这孩子真细心你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个这个呀 前两天我看您老跟电视上看那个家庭购物 我老看您盯着这书子看 我特意去打听了给您买过来的 你来 你瞧瞧 你瞧那小亮多细心 是啊也分对谁 我就盯着那素身内衣那么久了 也没说给我买一家 这孩子你跟你妈吃什么醋啊 还素身内衣 瘦成什么样呢你还素身 要素也得妈素 你还素人 行 哪天我有时间 我把那素身内衣给您买过来 不用 不用 别再花钱了啊 花太多了啊 不是 这可以了 行行行行 只要您高兴就行 不用 你们孝顺 我心里都明白 都领情 另外也别光孝顺我一人 也孝敬孝敬你爸 你爸还挺不容易的 说句老婆 对对对 真是 您要不说呀 我还真没想起来我爸 您这么一说我爸我跟你说 我爸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太可怜了我爸 那好多事我老跟小米念叨 就没跟您说过 什么事啊 你看就说那个年轻那会儿吧 不是想考大学吗 其实我爸这人吧挺用功的 爱学习 就想考一个自个儿喜欢的大学 你说这考上了吧 因为家庭出身的这成分 就不让上 这不就到矿上去了吗 到矿上也行 这算是有了工作了 这好日子没几年 我妈又走了 你说我爸就这么一个人 这矿上架里架里架里 我两边跑 把我跟我姐算是拉扯大的 行了 别难受 你爸是 是不容易 真是 你爸这么些年他也没 没找个人什么的 帮帮他找个女人 有 有个李阿姨 我小时候对这李阿姨印象挺深的 这个 这为什么呢 因为那事啊 他老来家里照顾我们 洗洗衣服 收拾收拾屋什么的 我也听邻居们议论过 说这个我爸和这李阿姨 他俩是不是还挺好的 但我爸呢 就是为了我跟我姐 就一直没结婚 就再也没娶 所以你说我爸就是 有什么事他也不知道 他就不跟我们说 他就自个儿瘦飞去 别难受了 好好孝顺他就行了 别难受了啊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妈妈妈 后来呢你听他说的 我还没说完呢妈 那你接着说 后来你看这不是 我到北京上大学吗 这慢慢的我爸好不容易 也算是给我供出来了 这供出来了吧 我爸又为了我跟小米结婚这事 把老家这房子也给卖了 也行 这过来照顾也方便 是吧 但是你看鱿鱼 是吧咱们家这具体情况 你说我跟小米呢 我俩 还不在他身边也照顾不着他 一个人又扔那儿了 我爸这辈子太狠了 太不容易了 我爸这辈子太狠了 太不容易了 我爸这辈子太狠了 太不容易了 受不得别人委屈 也看不得别人难受 你爸这事抱你妈身上了 妈 妈 您什么意思 我明天就找你爸去 什么意思 后天就让你爸回矿上 把那女的娶了 妈 你们俩有我的吗 别哭 你干脆直接跟我妈说 把你爸借过来祝德了 你干脆直接跟我妈说 我张不开嘴 还卖不开腿呢 我问你 万一我妈明天真去 把你爸找了 你爸真回矿上 把那阿姨娶了 你怎么办 那咱俩就去参加婚礼 这时候啊你还开玩笑 我再开玩笑 也没有你妈会开玩笑啊 拍着胸脯子 明天我就找你爸去 后天就让他回矿上 然后把那女的娶了 行啦别着急啦 船到桥头自然直啊 赶紧睡觉吧 快点儿 老公 还没睡呢 都几点了 我睡不着 还为你爸那事烦心呢 太可怜了 明儿还得上班呢 老公 赶紧睡会儿 明天我去跟我妈说 你说 能成吗 能成了 一定能成功 绝对成功 那我得睡会儿 这才怪嘛 这才怪嘛 好 好 小子 快 坐这儿 来吧 快坐这儿 他早上起来 你跟这儿坐着干什么呀 爸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到 我穿的是整整齐齐的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我就上小米家去了 当着以后我按门铃 没人应 我就开始敲 也没动静 我就急了 我一下子就把门给撞开了 撞开 一看 小米他妈全副武装 戴个钢盔 戴个墨镜 耳朵里插个耳机子 画着迷彩 扒在地上 怀里抱着一顶机关枪 他妈说 老计刀 你不能进来 我说我儿子在这儿 我凭个什么不能进来 我就剪了 我就把那鸡 鸭 卡一冷 我就开始往里冲 这时候 他妈开枪了 打得我浑身是血呀 我这一疼 打一下 行了 你帮着爸分析分析 这啥意思啊 爸 别害怕 梦一般都是反的 反的 对 反的 那就是说 他妈穿得破破烂烂的 右手一只鸡 左手一只鸭 上咱家来了 我拿机关枪 把他妈给吐吐死了 爸 你太有才了 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吗 你不说是反的吗 我说的反不是这么个反 是说在梦里头 他妈不是死活不让你去他们家住吗 那在实际上呢 你就有可能去他们家住 这事我还真有这预感 这次你还真能成 我预感一般都挺准 二枚他们家狗死的时候 我预感了 我行 多发现 我预感他那狗就死了 还有就是李大爷他们家那只羊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好 你吓我一跳 怎么起那么早啊 小亮呢 你夜都没睡 刚睡下 为什么 吵架了 妈 我跟你生了个事 什么事 真让他爸想儿子了 想跟他一起住 又想过去是不是 门也没有啊 甭想这事 我知道不可能 这不是他爸啊 就是想问问 那个有没有可能 搬过来住 上咱们家来 这样也能看到儿子 这事啊 小亮他爸都跟他提了好几回了 就是没跟您说 他就跟我说啊 敏儿啊 你说我怎么办呢 左边是我爸 右边是你妈 是左边老虎瞪啊 右边垫椅子 我横竖都是死的 把他给吓得 茶不思饭不香 晚上睡不好觉 昨天瞪了俩眼睛溜溜 瞪到天亮 才闭上眼睛 多可怜哪 你说把他累的 今天还有三个手术要做呢 你说他万一 晕倒在手术台上 这不得出医疗事故吗 明儿你听我说啊 不是妈这人不讲道理 你说这怎么可能啊 你妈岁数再大 她也还算是个女的吧 她爸一大老爷们儿 你说在这屋子里晃来晃去的 这算怎么回事啊 不行啊 不聊了 坚决不行 都什么年代了 哪有那么复杂呀 妈 我跟您说啊 你别看今儿她爸是一大男人 实际上她就是一女的 我这意思说 她连女人的活都能干 你看啊 她爸会洗衣 做饭 收拾家务 交花 就差绣花了 我以为你说她爸是人妖的 是什么呢 妈 你就可怜可怜我 真不行 太不合适了 这叫什么事 让人看你成什么样子了 真不行 妈 您说说您 白天要上班 下了班还得给我们做饭 还得收拾家务 那有这么一个人 来帮您分担分担 有什么不好的呀 再说了 你就是不为 尽量她爸想想 你不为小亮想想 那您替我着想行不行啊 您替我想一想 妈 我看人她好可怜 我心里难受 我特别难过 那你说小亮 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那我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 她工作出问题 那我工作也要出问题怎么办呢 妈 您就可怜可怜我 替我着想一下不行吗 求求您了 为我想一想 您就适用适用都行 你 求求您了 我 你实在不行 你试一试也行啊 不行再让她走 那就试用几天 一个月 一个月 你抽什么疯啊你 事成了 什么成 你爸办咱家的事成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爸同意了 同意了 他说试用期一个月 试用期一个月 他也就这么一说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你想啊 你爸要是搬进来了 他还能把它撵走吗 对对对 太好了太好了 我这不是做梦吗 你快掐我一下 妈 我慢点 妈 太谢谢您 您太离久了 您真是活福子呀您妈 我呀 这不是也是为了我们家敏吗 当然了 也是为了你 给我一个吻可以 可以 在我们的山 又可以是 干嘛呀 干嘛停车呀 老婆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你今天能不能打车去谈 为什么呀 我现在想回家 把这喜讯告诉我妈 那你就不能先把我送到单位 再去啊 那不行 我要把你送到单位 我再回家告诉完我爸 我再去单位 那我就晚了 我就迟到了 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个心情 我跟你说这种喜悦 已经涌动出来 马上就要迸发出来 必须得赶紧告诉我爸 我让我爸也高兴高兴 让我痛快吧 我求您了老婆 行行行行行吧 那你也不能把我放在这儿啊 前面那个路口那地铁这儿 你不打车坐地铁啊 嗯 你丈母娘什么都没说 她就答应了 没提什么条件 说了一条 说是住一个月 是住 是住一个月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只能在他们家住一个月啊 不我估摸人呢 可能就是说 这是个台阶呗 人就那么一说 反正是同意你搬过去了 那你想 你说一个人突然到人家住去了 这么几个人在一块生活 那肯定有个过程吧 互相看看能不能和平共处 能不能生活融洽 可能人就这么一说呗 爸你反正都住进去了 你还怕他赶你啊 再说那儿还有小米和小亮 就是 对吧 这也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其实也特别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出乎 真的 不不不 反正你就别想多了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 让你搬到他们家住 咱们现在又能在一块了 反正我是特别高兴 我特别开心 爸 爸也高兴 是啊 那姐你赶紧帮爸 把行李收拾收拾吧 把东西好好归了归了 这就准备搬回去了 这咱俩瞧给爸高兴的 成功啊 成功 成功了 那个我这还得赶紧上班 就快晚了 那我走了 快去 快去吧 好好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咱俩瞧 这个吃县城的可太舒服了 这是 以后有什么活您就吩咐我 我多干活 我听明儿说 你爸明儿就打算搬过来 东西都收拾好了 我爸一听说 您店里才让他过来住 特感动 眼圈都红了 还说呢让我给您带个话 说给您添麻烦了 麻烦不麻烦 你爸又不是在这儿白住 是不是 他能解决我好多问题呢 我一个人干这么些家务多累啊 我又得上班 是不是 再说我看我们家明儿的份上 我也得让他来呀 你这么孝顺 要么说我妈人好 是 妈 你就是我偶像 我太崇拜你了 天哪 那您人真是太好了 你妈好的地儿多了啊 你慢慢体会吧你 好 亮 你爸来了呀就住客房 正好边上有洗手间 咱仨是这边一组 他一人那边一组 挺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咱们小喝一杯 来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好 为了告别我们三人生活 为了迎接咱们崭新的四人生活 等会儿啊 你爸确实什么家务都会是吗 会啊 我爸特能干活 得嘞 为了咱们的 互助 互惠 互利 干杯 干杯 东西都收拾好了 你爸 明天您就要奔赴新的战场了 您还有什么交代的吗 没有 我有 您说您这一走 这么大房子就我一个人住 真是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您说我这住小米那屋啊 还是住您那屋啊 您说我这住小米那屋啊 你愿意住哪个屋就住哪个屋吧 成 我三天小米那屋 三天免这屋 怎么了您 不高兴啊 我是担心我搬到那边去以后 你一个人行吗 行 您跟小亮在北京的时候 我一人在东北 不是也那么过 没问题 放心 丫头 我记得你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在餐厅里头你跟我说 到北京来发展你的爱情 这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跟爸说说 爱情嘛 发展得不是很顺利 没事 肯定会有的 您放心跟小亮他们过 我一人没关系的 放心 我的爱情一定会有 您 您 回来了 回来了 一人啊 一人 好好好 好 老同志 你的布改什么的 衣服什么的 都给收拾好了 你想想还有什么要戴的 特别的我再给你装进去 把我那个青石戴上 把那老头乐也给我戴上 还有啊 你把你卖的那个化妆品 你给我戴上一包 我送给小米她妈 那 我给你钱 给你零售价 多给我点才好呢 你得说我这次预感得很准吧 对吧 我说你能去他们家住 你就去他们家住了吧 我说梦是反的 梦就是反的了吧 不过这幸福来得太突然 成功太容易了 会不会有诈呢我担心 诈 闻斗地煮啊 这说她妈手里有一诈 您手里有两诈 她妈手里有两诈 您有四诈 您都住他们家去了 她还出什么幺蛾子 您就冰来降大水来吐烟呗 对不对 我就给她来一个 一不便应万便 对 丫头啊 我发现你这最近 这素质可是有所提高啊 是吧 你再帮爸预测预测 我搬到他们家以后 这日子会是什么样的你说 你搬到他们家以后 我预测 我今天有笔大生意 能外赚好几盒去 能赚两千多块钱 晚上我们过来吃饭了啊 拜拜 拜拜 小米啊 你说爸这心里头 怎么老是齐上八下的 没事爸别紧张 你这又不是会轻点也不吃相对馅 你紧张是不是 你看爸多会买呀 是 知道吧 走了 你别想太多了爸 没事 大家住在一块 主要是和平共处 一家人了嘛 你高兴了我们就都高兴了 是不是老婆 我不想过 季度 ک是 我不是老婆 你不想太多了 我等你安静用你了 你不是老婆 你还是不老婆 我不能算真的 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